主料,牛肉100克,西红柿1个,土豆50克,辅料,油,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牛肉切成小丁,土豆,洋葱去外皮,与芹菜精分别切成小粒, 番茄在热水中浸泡2分钟后包至外皮,切成薄片,在沸水中汆烫了遍,加清水约1000毫升,用火煮30-40分钟至8成熟,中火加热足中的黄油,稍有热气即放入面粉,该小火不断翻动,碾碎小面块炒匀,面粉炒出香味并成金黄色时,以次将洋葱丁,土豆丁,芹菜丁和番茄片放入, 一同翻炒2分钟,加入已经煮过的牛肉和牛肉汤,盖大火烧肺后,掉入盐,味精并盖小火慢炖15分钟,过程中要每隔5分钟充分搅动一次,食用前掉入黑胡椒里即可,烹饪技巧 一,所有用料切成小块或薄片,水少加,容易成浓汤 二,如果能在炖煮过程中转用砂锅或锅比较厚的锅,味道则保留的更沉厚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